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如人当智利 落衣服落饮食 不如人勿生期 还有闻过怒 闻欲乐 损有来 意有却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事 见相亲 这是我们上一次一起交流的经文 感觉这些句子非常重要 牵扯到孩子一生的价值观 一生的方向目标 到底孩子他努力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是吃得好 穿得好 还是提升得学 利益大众 这个句子里面就是凸显 人生目标 人生的价值观 不知道诸位老师 您在小学 出高中的时候 老师有没有引导我们 立定人生的志向 我们 首先 当老师要用自己的人生 来供养学生 甚至于是做铺路史 你看我们人生很多 泥沼 我自己曾经读大众的时候就陷进去了 因为过去生 可能害过人 所以遇到的学长 我一去读大学 遇到这学长就说了 大学叫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 你看我很听话了 假如这个学长跟我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未公 跟我说 先天下之幼而幼 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那四年 四年的岁月就不一样了 所以人生总在欲缘不同 我们自己对这一句体会很深 尤其我们惨痛的经验 不能让孩子再陷进去了 却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下 人之初 信本善 但他要遇到好的缘 我记得当时候 念高中的时候 读到 岳阳楼记 读那篇文章 感觉好像速度 头皮都有发麻的感觉 居妙常之高 则又其名 处江湖之远 则又其君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你看这种意境 我当时读的时候 尤其那句 先天下之忧而幼 马上都 眼前为之一亮 后来老师接了一句话 背起来 考试会考 那个光好像 暗了不少 所以 传统文化 那么多会指引我们人生目标的 都跟什么挂钩 跟分数挂钩 从初中开始念 一提到分数很兴奋 很拼命 考考考考 考到高中 再跟分数挂钩 有点没劲 这是我的感受 可能你们的耐力比我高 这种为了考试 像机器一样 我干了 五年之后 有点干不动 突然交了一门科 让我又有光明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猜不猜得出来 哪一科 三民主义 这个攸关 天下人名 民权 民主 民权 民生 尤其第一页 提到了 要有思想 要有信仰 信仰 你人生的追求是什么 宁愿做大事 不要做大官 我们到阳明山中山楼 看到上面四个大字 天下为公 所以这个科目 是有思想的 所以我当时候考了全班第一名 三民主义 但是其他科目就不行了 不过现在想一想 赛翁失马 烟之飞福 我没有考到台北去 依我的功夫 不能用功夫 根本没功夫 依我的程度 不能用功夫两个字 请指用去要精准一点 依我的程度 绝对会死的很惨 所以佛菩萨 所以佛菩萨加持 不让我到台北的花花世界去 所以现在人生走过来 回头看看 哎呀 冥冥中有加持 但也觉得险象还生了 因为自己习气太重了 有一些点太危险太危险了 所以现在看到这些句子 就觉得假如从五六年级 甚至更早就有老师教我们立志 以我的个性 我是冲动型的人 我会冲啊 我会往那个目标走 所以 这个大家 看 孩子 他们现在 最崇敬的人物 比方说 这个演艺圈 可能小孩有注意到 我们 不要防堵 不要疏导的 是吧 你马上 骂他 不能崇拜这些人 你这么一骂他 反而 逆反了 你举啊 演艺圈当中啊 真正令人尊重的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台湾有一个 演艺人员叫张小燕 他的公司啊 就 要招聘 这个肖先生了 结果呢 可能他们也信这一套 一看八字 哎呀 这个人 不行不行 没什么福报啊 本来就考虑不用他了 后来 可能姻缘上吧 还是有启用他了 哎 结果他写的歌啊 很好啊 很有意义啊 然后呢 他 赚的钱呢 很大的部分呢 都拿来 捐款 帮助 贫穷的人 偏远的地区的孩子 然后 他的时间呢 都花在这些公益的 事情上面了 我看的那篇文章啊 就是写到 你看他 转变命运了 哦 你看 唯德学 唯才艺的人 不如人当事利啊 你看他 觉得照顾这些 可怜的人 是他的责任啊 他的 钱 用在这里啊 那 减 减低自己的享受 去救济最苦的人啊 这个可以扩宽自己的仁爱之心啊 提升自己的德行啊 那这个暴早呢 我们隐恶扬善 我就不许谁了 比方说 某某人呢 就是都把时间用在 他开的 餐厅 他已经赚很多钱了 他还要赚更多的钱 哦 或者呢 就把钱拿去什么 买豪宅去了 但是这些 很好的 典异界的人 他在从事社会的教化 这些人物啊 我们都可以顺势啊 来 让孩子懂得分辨 怎样的人呢 值得佩服尊重 人生自古 谁无死啊 留取担心 照汉清安 像 这个大陆有 感动中国人物啊 我感觉这种节目啊 非常好啊 这个符合 论语里面的教学 举扇 你把扇人 立起来了 你看地址规 东则温 下则静 这个就是汉朝 以孝治天下 把皇室始祖 皇乡立起来 颁给他八个字 江夏皇乡 天下无双 他的孝行 一被皇帝 表彰了 天下人都知道了 都感动了 敬而孝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二十四孝 这个故事我们都熟悉 大家有没有留心过 哪个朝代最多 我算过了 汉朝最多 上行下校 二十四孝里有 汉文帝 汉文长药 他是皇帝亲自带头做了 清有急 药先茶 昼夜是不离床 上行下校的效果 又举扇 皇乡举起来了 教不能 能力比较差的人 不只不嫌弃他们 还去帮助他们 百姓就感受到 这些榜样 甚至于感受到 上位者的 仁慈 触动他的善根 大家就 哎呀 要行善啊 要帮助别人啊 互相劝善 所以你论语能真正扎扎实实 用在 治理社会国家 那起的作用很大 包含我们 包含我们治理一个班级 能够举散 大家像 好的榜样效法 教不能 成绩比较差的 不只 老师不会嫌弃他们 主动帮助他们 可能 成绩好的学生 都被老师感动 一起来帮忙 这个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 需要这种榜样来感动人心 其中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 叫吴孟超 他是学医的 肝胆科的权威 当时候他从马来西亚到了大陆 发现这个肝胆这方面很落后 他把他扛起来了 所以现在 大陆肝胆界的这些权威 都是他的学生 他一个人培养了好多学生 九十多岁了还在拿手术刀教学 光听了都让我们动容 活到一百岁 还有水稻之户 圆荣平 你看各行各业的 这些窗户 这些窍户 他们那种 利益 社会 利益民主的心非常强 你看救活了很多人 能吃得上饭 各行各行各业 假如依佛门来讲 都有菩萨实现 我们要好好可以举这些例子 让孩子能够树立人生的目标 建立值得效法的榜样 那大学说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他建立 人生意义在哪 在提升自己的德行 恢复自己的明德 在清明 在利益他人 他就不会 以欲望 享乐为追求 我现在回头想想 在 小学初中期间 整个 追求就是一种 赚钱 以后可以享受 都是这样的一个思维状态 那一个人假如是追求物质享乐 那他的人生就陷入深渊去了 会越活越不快乐 那为德学为才艺 不断提升的人 他会有法喜 内心充满的是正能量 助人为乐 然后觉得很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人 养不愧于天 福不作于人 上一节课 跟大家有 探早照 国家将心 必有真详 我们 中华文明 它是小大圆融 那我们先冷静 那现在地球 是将心还是有危机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 是空前的 而且越来越明显 我们这一两次都提到了 21世纪 最大的挑战 是忧郁症 而且 我感觉到 最近身边听到的例子 甚至接触到的人 有忧郁症的 很快速在提升 这不是以后了 所以现在就遇到了 身边人的状况 包含环境的状况 所以这个时代 有太多事应该做 孩子 假如 我们应 现在的 所遇到的事情 去引导他 相信 也会把他道义之心 给唤醒起来了 我记得 我当时候是 差点就去做农夫了 要 推广有机农作 你不这么做了 这个地球没救了 都已经谈好了 老板都找好了 结果刚好去了台东 结果一去没回来 住了七个月 后面两个去做代课老师了 感觉教书很有意义了 就没有去做农夫了 不过现在还挺愿意做农夫的 因为古代都是根独生活 你要运动 你要 这个洗劳之感恩 而且 农作的时候 可以清净大自然 要接地气 接天地之气 这个人身心才会健康 所以我们上一节课 是不是有探讨到 生活教育 很重要 你不注重生活教育 很会考试 很会背书 最后变书呆着了 或者变成狂慧 所以古人这些教育的智慧 我们 得要深入去学 不然我们好心办坏事 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一代不如一代 甚至是一年不如一年 现在这样的情况 不赶快 跟老祖宗五千年的智慧 接上不行 那我们 首先呢 要利益这个社会 首先我们自己得立住 我们不随波逐流 我们自己的状态 要越来越好 所以当初在如江 要推广传统文化 老祖宗送了我们几句话 第一句 和谐社会 从我心做起 从我家做起 从我正做起 所以我们穿的这个义工马甲 后面就写了这16个字 君子物本 得从我心 开始做起 要让自己的智慧 德行 能力不断向上提升 我们才更能 去利益学生 利益 大众 那上一次跟大家提到 个人 要互念好自己 也要常常能够 自我堪厌 自己的情况 是不是越来越好 好的现象 了凡视讯讲到了 我们 这里是提到 我们要发愿改过 明须良朋提醒 所以我们下一句是 文欲恐 文过心 这个就有良朋提醒了 幽须鬼神正名 一心忏悔 咒业不屑 老阿上说的修行就两件事 知故 知故就是忏悔 改过 咒业不屑 就是很努力的去改正 经一期二期 以至一月二月三月 必有效应 真用功 真改过了 七天十四天 或者一两三个月 自己就有感觉 说到这里 我有点紧张 都学了这么多年了 好像还不是太有感情 我得好好落实了盘视讯 获觉心神甜旷 大家有没有觉得 心情越来越好了 不胸闷了 深呼吸越来越长了 诸位忍者 我们心一急 深呼吸很好 一深呼吸 当然边呼吸边念佛 会让紧张的情绪 缓和下来 所以大家静孝室以前 可以先深呼吸三次 在静教室了 所以我们修学 心情要越来越好 越来越笑得出来 或许智慧顿开 之前想不通的事 想通了 智慧顿开 人家一探讨事情 很有灵感 或者在讲台上教学 好像都有神来之笔 智慧顿开 或除笼踏而触念皆通 就是事情很多 很繁杂 笼踏就是事情非常繁琐 可是心不烦 事情虽然多 怎么来怎么硬 都处理得 很恰当 很有灵感 触念皆通 所以老和尚说 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 真心应对一切境界 自自然然 不用想 我们跟着 我们跟着老和尚 亲近的 这些 因缘里面 从来没有见过 人家问老和尚问题 老和尚说 我想一想 这个我没见过 老和尚谁问谁答 用真心 触念皆通 就跟礼记学记讲 敲钟 敲小者小 敲大者大 当我们 在面对学生的时候 心中都有佛号 这个就跟真心相应 相静 因为你念佛 念佛即是 自兴现 忧民正章自兴 你的妄念没有进来 妄念不起 就是真心的状态 你要真心 去面对孩子 或者 扩兰而大功 大功无私 用心如敬 这都真心了 这都真心了 事已过 过了 不放在心上 懊悔 埋怨 对立 这都放下了 过去就过去了 还没来的不担忧 未来物将影 我们的心放空 空灵 空灵 没有这些 分杂的 是非人我了 没有 这些人 得失 担忧了 这些人放下了 没有情绪 没有 纷扰 这个都是用真心 来应对事情 只要我们的心的状态 是安定的 事人不可能处理不好 所以心地功夫 其实是我们要下最多的地方 大学说的 如饱赤子 心诚求知 虽不重 亦不远矣 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那个 就像 要保护一个新生儿的那种心 来教学 来提升自己 虽然没有教到最好 也不会差太远 那个心太 太恳切了 陈德记得 当时候在学校教书 开车 车上都是听老阿上讲经 回到家吃饭 或者一有空就听经 这个熏悉的力量还是很重要 我们一有时间就熏 当然在教学的过程 也是用老阿上教的这些教诲 经典教的教诲去思维 去说话去做事 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就是用经典思维 也是在熏悉 我们自己都依照经典在讲话 在引导学生 这也是熏悉 不只听经是熏悉 我们自己的思维 一言一行 也在熏悉自己 就像一个人把玫瑰送给别人 这个手都留着香 大家有没有曾经 自己在跟学生引导的时候 讲到自己都流泪被自己感动了有没有 不能感动自己 不容易感动别人 自己用真心讲的时候 讲到动情处 有时候自己会泛着泪水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 都是自己的状态 越来越吉祥 我们要去护别人 首先要护好自己 不然离不渣过疆自身难保 自己的状态好不好 自己要自己检查 以前还有月考可以发考卷 现在修行没有月考 而且每天都有考试 我们不能每天稀里糊涂的 到底考得好不好都不知道 印光祖师说 一天当中万境交集 好多境界考试 一不觉察 难免种种 为理情想 撇耳而生 有意气用事 感情用事的念头一起来 真心就被障碍出来 真心一障碍 感情意气一用事 造业 尤其烧了自己的功德 动情绪火烧功德领 而且又轮回星造轮回业 那太冤了 当老师可以顾学生的会命 这是世间最大的功德 诸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尤其我们是自己做了 侃侃而谈 特别能触动学生 所以这个 用真心太重要了 可是真心 我们一步觉察 让为理情想做主了 让妄念 贪嗔痴慢疑 做主了 我们就变成造业了 本来是 殊胜功德 变造业了 这个差别 很大 所以古人说 圣狂之分 在一念之间 或遇冤愁 而回撑作喜 遇到前世缘分 不是很好的人 本来要生气了 突然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哎呀 我怎么这么傻呢 他骂我是帮我消业障 经刚经说的 善男子善女人 受辞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见 先是罪业 因剁恶道 已经是人清见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阿勒多罗 三秒三福体 我读这一段 金刚经的经文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看大家的表情 好像不是很有印象 我就证明了 科学家说 讲二十一次才记得 这个法宝 八宝能安心 你本来很痛苦的 你把这个法药一吃下去 这个心神田荒 这个心安理得 理得心安 金刚经已经讲了 你受辞大神经 读读大神经 还遇到人家 轻慢 甚至毁谤你 那是我们先是有造业 先是罪业 因剁恶道 你造了三恶道的因 你就要受了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汇聚时 果报还之受 可是今天因为 这些人倾见你 把我们过去的 三恶道的业因 给我们消掉了 先是岁也即会消灭 没有他们来帮我们 消这个罪业 我们要去哪里报道 三恶道 你们想去吗 不好玩 我每一天一散步 看到蚂蚁兵团 那真吓人 一棵大树上 那个蚂蚁窝 一大片 看着都起鸡皮科大 我说那个蚂蚁窝 可能都是我这个城市的 总人数了 一窝而已 那个下去了 不好出来 佛当时说 七尊佛都过了 这一窝蚂蚁还在做蚂蚁 所以 我还一想到 人家帮我们消三恶道的业了 所以老和尚 面对这样的 因缘 都给这些人 写牌位 每次讲完经 都给他们回向 忍者无敌 没有跟任何人对立 都是存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把老和尚这个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学起来了 我们就会回撑作息 大家最近梦中有没有把黑色的东西吐出来了 这个把夜吐出来了 或梦往胜先贤 提膝接影 大家有没有梦过阿弥陀佛现前 孔子来了 这个就是瑞相 或梦飞步太虚 在空中飞了 代表夜清了 身心很轻松了 飞步太虚 或梦床方宝盖 这个都是很吉祥的征兆 以前 迎请这个人奖经 都有 船方宝盖 这样 给他迎接过来 帮他挡阳光 种种盛世 这个阶过消罪密 这项也 当然了凡先生讲话很圆荣 你看提了这些都是瑞相 难不得直尺至高 不能梦到阿弥陀佛了 见人就说梦到阿弥陀佛了 慢慢慢慢变得傲慢了 不行 化而不敬 你就变成 这样就觉得很满意了 那就没有狗日星日日星又日星了 至少为主就进步不了了 这个不能化而不敬了 马上举例子 你看了凡世讯也在教我们怎么教学 马上举例子让我们感受感受 瞿博玉这个榜样 二十岁时 已觉前日之飞 以前的故事 自己觉醒了 清楚了 而静改之已 至二十一岁 乃之前之所改 未尽 即二十二岁 回世二十一岁 游在梦中 岁父一岁 地地改之 很下功夫 行年五十岁了 而游之四十九年之飞 所以古人改过的态度 改过之学如此 所以我们 无备 就是我们这些大众们 身为繁流 我们 是比较平凡之流 过恶未及 过去的恶 像刺蝟一样 太多太多了 数不清 可是 我们回思往事 想想 这几些年走过来的路 常若不见其有过者 看不到过错 心出而演绎 心太出了 意识 眼睛有病了 就是没看清楚 比方说 父母 从小让我们改的毛病 我们改了没有 这个是一定要先改的 不然连父母都抄我们心了 那还有什么功德 老师提醒我们 最要改的 这个也是对父母老师 的良苦用心的 恭敬 感恩 那恭敬感恩一定是在 不糟蹋他们的提醒了 那不是嘴上讲 那不是嘴上讲 感恩的 包含我们对照三根 地质规 感应篇 食善业道经 你看食善 那每天都可以对照 口 不妄语 不两声 高度警觉 要 要批评别人 造成人家 彼此有看法 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赶快下去了 其语 不讲这些 老乱人心的话 本来要讲 不正经的笑话 到这里 阿弥陀佛 下去了 恶口 更不能发脾气 骂人 包含这个地质规 人不闲 物事脚 其实我们看 这每一句也都是 真心流露的行为 你都是替人设想 你就会想 现在吃饭时间 别给他打电话了 现在可能他已经休息了 别给他打电话了 包含我们现在 比方说你 到朋友家 你可不能只想着 我要审机票 结果 到的时间 半夜 十二点 然后飞机 沿路 两个小时 你让 人家去接你 整夜 没得睡觉 你只想着 我要省钱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照次必于事 颠沛必于事 这句话是说 君子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都不违背这个人心 照次是 他很多事 很紧急的时候 他的心还是会替人家想 颠沛 他颠沛流离了 甚至遇到危险了 他还在替人家考虑 哇 你看 有一个人叫鲁义姑 这个齐国 八兵鲁国了 逃命啊 带着两个小孩 跑跑跑 实在 要被追上了 把其中一个孩子 放下去了 后来被 齐君追到了 了解 一个是他儿子 一个是他哥哥的儿子 这个 齐君就说了 你丢下来 那个是你的儿子吧 是 是你哥哥的儿子吧 他说不是啊 是我自己的儿子 因为我哥哥已经去世了 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了 我不能让我哥哥无后了 这个齐君听完了 很震动啊 一个乡间的女性 这么重义啊 这个国家不能侵犯 就退兵了 后来这个鲁国知道这个事情了 封这个女子叫鲁义姑啊 古人的人意存心啊 他在危难之中 他还是提得起来 我们现在要用 论语的句子来 效法 不能时代变了 我们的心 标准越来越低了 不行 那这个恭敬心也不可思 所以李秉兰老师编 常礼举药 我们不懂礼啊 不要说让人生欢喜 不让人讨厌都不可能 那这个从佛门来讲 我们不守这个 基本的这些礼貌啊 那就脑害众生了 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啊 也常常跟大家提到 李秉兰老师说了 学佛就是学人情事理 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 会伤天害理 会好心犯坏事 把事情搞砸掉了 所以常礼举药啊 要学哦 我们三更之外啊 了凡事训 常礼举药啊 要学啊 孔子讲到了 道德仁义 非礼不成 没有礼啦 再高的 道德仁义也不可能达到的 我们就不说别的 现在夫妻之间 没有礼静啊 那就很难不摩擦 冲突 所以古人说 相敬如宾啊 还是很有道理啊 像我们现在 微信 LINE用的比较多了 用这些系统的说法 要不要有礼静的心啊 要有啊 我们有遇过啊 这个 一打开它的 部分啊 留了 40条 50条短信 你说听还是不听啊 这个都没有想到 人家有没有时间 哇 这个 讲几话来 如露无人之境啊 根本不考虑对方啊 所以这个李秉兰老师 老和尚也都教我们 讲话要怎么样 言简易改啊 简要降明啊 不能一讲 听不下来啦 所以假如我们常常被拉黑 还不知道黑在哪 我就是 要知过不容易啊 已经搞得人家痛苦的要死了 自己都不知道 还在那抱怨对方 还在那抱怨对方 怎么还没回我的短信呢 包含现在都有群主啊 群主 我们一发老和尚讲经发上去了 这个群主生烦恼了 发老和尚的东西 好事啊 那么好的教诲 可是你没有守人家的规矩啦 人家是群主发 人家不是说谁都可以发 你今天老和尚的发上去了 哇 其他两三百人 我喜欢这个 张三的发上去了 李氏的发上去了 是吧 你也是好心啊 可是你没有守守理 你没有守人家的规矩 这个好东西啊 我才发一条而已啊 照你来讲是发一条 可是会影响 很多人都发上去了 那他就不好 不好操作了 我们在哪里修行 在每一个境远 怎么修 修放下 放下是功夫啊 放下什么 放下 一遇到事情呢 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 这叫自我中心 要放下这个 能够什么 设身处地 人家这个群主的立场是什么 他怎样做比较好 不会造成人家的麻烦 或者我们的设身处地 我现在这个作业派下去了 学生要做到几点啊 我有遇过 这个同修 他们说哎呀小朋友 小学作业啊 老师派到呢 要写到十一二点 我听了都心痛啊 那个是长身体的年龄啊 我在长身体的时候 熬夜啊 考试啊 拼特优班啊 你看现在到了中年了 这些恶果都要呈现了 所以要懂礼啊 包含 今天我们要把某一个人的 他的电话 他的住址 你要给别人的时候啊 你首先要怎么做 你要尊重当事人 你要先问过他 你看我们那种尊重就提不起来了 哎好啊给别人了 人家问他 这个 让他帮助更多人 问题是 你没有先尊重到 你给出这个人的资料了 我们有时候 一做好事 也是没有替人想啊 做好事就强势 去做了 假如我们都没有顾及到这些理啊 你说人家敢跟我们配合做事吗 绝对看到我们都是阿弥陀佛 敬而远之啊 好 包含 我们 那一天 有同修啊 我们在交流到 陈者说 陈者说有一套光碟啊 是老和尚 手把手 教他身边的弟子 大家看老和尚 他讲经的因缘啊 哇 你看讲 大经科著 当时候 当时候影响力已经到全世界 所以讲的 这个因缘 很广啊 三十年前 老和尚讲的因缘就少了 是吧 但那个都是学出我 而 就是对着他身边的人啊 哇 那个大家有没有发现 老和尚讲的说 表情严肃 没有像一般对大众 比较和蔼可轻啊 你越静啊 要严格一点啊 不然 在老和尚旁边啊 光环很大啊 要严格一点啊 才不会 才不会 这个 堕落下去了 那 很多时候啊 老和尚都是 昨天我们 去参加天主教的弥撒 昨天我们参加 千禧年晚宴 都会机会教育 哦 所以我们 做之君 做之亲 做之师 当老师要真正 当的好啊 君心师的精神 都要 都要 融在我们的教学里面啊 只有做之师 没有做之亲啊 那孩子跟我们信任不够啊 我们没有做之君 没有以身作者 讲的再好啊 孩子心里不服啊 所以啊 我们这一个单元 是信啊 做到君心师啊 学生会非常信任我们 幸福我们 他福气了 啊 我们感受一下啊 哎 我们把那个精神做到了 孩子是不是 越来越佩服 你看做之君 第一 以身作者 我们历史会每一句以身作者 孩子觉得我们越来越高大了 大公无私 我们去感受一下啊 一个老师一偏心啊 对某一个学生特别好 大家的信心怎么样 要有使命感 君啊 你是头啊 你要带领大家往正确的方向啊 目标啊 使命感 再来 知人善任 老师用干部用的恰当啊 全班福气楼 用的不恰当 那个 那个人给老师送礼送很多啊 老师让他做班长啊 那没有卫星啊 我们以前老师用的那个班长 做得很好啊 我们都福气啊 毕业三十多年了 一看到他班长 还是喊他班长 你一个老师知人善用 这个 你的微信才立得住啊 还有 那见 老师有时候对 小朋友一些客观的情况啊 也不是完全了解啊 当有一些 学生来反映一些事情 我们能接受 能接纳 那孩子就感动了 哎呦 哎呦 老师 觉得不妥的 他马上就改正过来了 哎 人非甚贤 俗能无过啊 过而能百 善莫大言 不能 学生提意见了 我们疑老卖老了 或者 这个我学的比你久啊 这些心态啊 都慢兴起作用了 所以我们上一节课说 学唐太宗 不只能纳见 还能求见 做之亲 做之亲 亲是有养育啊 就好像刚刚跟大家提到 我们 曾经是孩子 我们的年轻岁月 求学过程 比方五六年级的时候 常常肚子饿啊 哎 现在当老师了 准备 好的饼干 不要加防腐剂了 哎 他肚子饿了 就会来找你了 这个试色法要运用在教学当中啊 佛陀讲的 布施 爱与 力行 同事 养育 照顾他的健康 生活 还有高度信任 你看父母 信任孩子 孩子 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啊 就会走路了 都是在父母全然信任之下 成长起来的 再来是 不弃不舍 他父母都不会放弃我们 不管我们所在任何状况 一个老师也能够像父母一样 不气不舍 那可能就能浪子回头了 再来不求回报 再来不求回报 父母的心是不求回报 师徒如父子 师徒如父子 我们也用这个心 这是做之亲 做之师 这个 成传道统 师者所以传道 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 授业解惑 我们要授业 这个家业要怎么经营 学业要怎么追求 怎么下功夫 事业 怎么规划 孩子也会协助一些工作 你就在每件事当中 教他怎么做人做事 怎么考虑事情 老师有这个心 什么时候是机会教育 遍地都是 今天我跟同学们 上七个吉时 诸位 同道 我们这个课程 上了 多久了 我们好像上了两年了 辛苦大家了 有没有跟大家交流过七个吉时 交流过了 结果 我刚好现在身边有青少年 他们义务教育已经过了 但是想深入汉学 我跟他们交流七个吉时 结果上一节课讲了两个 即时关怀 即时汇报 我问小朋友 这两个礼拜 你们有没有及时关怀 哪个亲戚朋友 他们摇摇头 这是我教学失败 我们也是想 解形相应 跟你讲了两个礼拜了 你不可能这两个礼拜 连一个亲戚朋友都不需要你关怀吧 都没有遇到要汇报的事情吗 所以我 我跟他们讲了 有一群鸭子 去跟老鹰学飞 哇 很努力啊 早上五点 天还没亮就出发了 到了傍晚 学了十二个小时 后来非常感谢老鹰 谢谢老鹰 后来这群鸭子就走回去了 学了一天飞了还是走回去了 他就不用了 你不用了 他慢慢就忘记了 你每天用啊 哇 不可能忘了 不知道大家 菩萨士德用的怎么样啊 随缘 妙用啊 每一个学生出了状况 原来了 没有了 这个妙在哪 自己提升了 学生啊 对你启发了 妙了 这菩萨仕德可以解决一切事情 这个原理原则可以解决一切事情 佛法管用 有佛法就有办法 我跟他们又延伸了 我说七个吉时是七条 但是不是让你死记硬背 所以这个坐之师 他还有开人智慧 启发人的悟性 所以我们不是一直灌输 抓到一些机会点 启发孩子去感受 去思维 就问同学了 这个吉时就是掌握那个时机 你那个时机没掌握住 你后面在做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比方说你没有及时道歉 你过了两天才道歉 人家什么感觉 人家算了算了 人家觉得你没诚意 你当下道歉 人家感觉到你的诚意 刚好几个同学 最近考试了 我说 那你有没有想到 你在考试的这个因缘里面 要做到什么 吉时 有一个同学说 吉时温习 他有在思维了 是吧 考试前不要临时抱头脚 要吉时温习 吉时检查 今天我们当老师的 假如只看着学生的分数 你不会教到这些东西了 所以佛法最怕执着 一指成病 上一次跟大家说了 几日内 父母执着分数 传统文化界 父母执着背经 他都背的苦哈哈的 你都没看到他苦哈哈的 最后不学了 或者执着 孩子要当圣人 所以上次跟大家提了 言语打人比棍子痛 后来是志向打人 比言语棍子痛 有啊 我真的遇过那家长 你一定要做 净空老儿上 这样的人 你应该说 我来做净空老儿上 这样的人 这样才是忠述之道啊 言语利己 宽语在人 老头上说 学佛是用真心啊 真心是 怎么用的 忠述为道不远啊 大家去想象一下 我们现在带学生了 都是让学生 做老儿上 我们不做 还是我们效法老儿上 学生在身边自然看了就感动了 你看老儿上 他就是无私无我 我们很自然就跟上他了 他又没有叫我们跟他 道法自然啊 不能用拉的啦 拉的变亚苗助长 所以就跟他们 这个叫 抓住这个机会点 让他们去感受 东方的学问 强调的是悟性 让他们从七个吉时 能延伸到其他的地方 后来他们讲了很多 还有讲 即使吃药 还有即使睡觉 那个十一点到三点 最重要的胆经肝经啊 你不能错过了 还有即使 喝水 还有为什么有下午茶 因为下午三点到五点 是膀胱经啊 那时候多喝一点水啊 帮助代谢了 为什么是七点到九点吃饭呢 胃经嘛 还有 早上五点到七点 大家知道 哪个经为主吗 大肠经啊 所以你假如那个时间呢 学生在做早课啊 突然说肚子不舒服啊 你可别叫他要撑 那个十节因缘 最好的时机了 你看这也是道法自然 你不要过了九点才吃饭啊 那个十节因缘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一不觉察啊 可能就被贪嗔吃饭 情绪给照住了 就不能用真心了 所以我们当老师得 及时念阿弥陀佛啊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啊 不然真心就受到障碍了 包含我们老师 凡出言性为先 这么学生跟我们 这么多跟我们互动了 我们答应哪个学生呢 及时记录啊 不然到时候又开空头支标 不知道了 好 你看现在孩子 我今天听到一个真实的例子 一个音乐老师 他们班上四十个人 父母离婚的三十个 我以前听了 这统计数字 有一些地区 离婚率到七成 现在听这个 很震动 你看孙思苗 这些 这个是药王 他都提到 一个家庭 家人的情绪上来了 我要让他闷在心里 一定要让他有机会 可以抒发出来 你闷多了 闷久了 就生病了 所以即时请听 很重要 急不可思 时不再来 我们老师假如没有抓住 一些当天发生的事情 你要再教这些机会点 就过去了 所以抓住机会 开人之会 培养民族 动良 这个都是坐之 师 的精神 我们只要守住 君心师的精神 我们就是用真心 真心是诚心 会感通 跟学生就感通 交心 刚刚跟大家 提到了 这个学生的目标 假如是物质 那他就掉到深渊里面去了 他就求不得苦了 他就御令自明 利令自昏了 老儿上也是给我们做榜样 物质生活 以苦为师 十年的岁月里面 一个月用150块钱 非常节俩 所以这个 论语也说 事自于道 读书人 自于大道 大学之道 佛家讲 菩萨道 而此恶依恶食者 为主于义也 他还很追求 重视这个 要吃好穿好 那他就没道了 所以读书人 首先要 有时代使命感 要发愿 所以君子 自己身份 卑微 没有社会地位 他不羞耻 此道之不行 这个世间没有 大道了 没有做人之道了 每个行业没有道了 这是读书人的耻辱 因为读书人要红照 不忧命之短 不担忧命短 君子应该 安住当下 过好每一天 我们也不去担忧 受命的问题 活一天 全心全意 去利益学生 利益众生 我们不留恋说 一定要活多长 不忧命之短 有百姓之穷 百姓现在 最困穷的是什么 现在不是缺钱 现在去精神食养 不然内心都苦了 那 了凡先生 举着瞿博弈为榜样 又同时提醒我们 我们身为凡流 不可能不犯错 过恶未及 假如我们回思往事 都见不到祸 我们就心出眼疑 而且 人的过恶 假如很深重的话 他也会 呈现出一些现象 所以我们讲到 国家将兴必有真相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同样的回到个人 也是一样 最近遇到一个 同仁 十多年 我从荧幕上 看到他的神色不对了 我就跟他联系了 然后 后来他有来找我 他说 前几天他才出车祸 你看人的那种精神状况 有征兆的 人家给他算命 说他这个年底 有官 刚好他四十九岁 男众怕遇到九 所以 我们自己也要敏锐 警防业力发动 这个就是 了凡先生在提醒我们 我们为什么感觉 这个身心好像 越来越放不开 就像这里说的 或心神昏色 提不起境来 转头急望 什么事记不住 很容易忘掉 或无事而常烦恼 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 就是快乐不起来 闷闷不乐 脑子里都赚那个 不面的东西 或见君子而 懒然消举 见到君子有德行的人 很想躲开 很消极 很消极 沮丧 或闻正论而不乐 听到好的教诲 但是不相应 甚至是听不下去 有这些现象要慎重了 或失会 而人返怨 给人家施恩惠了 人家还埋怨我们 或夜梦颠倒 做梦 梦到都是很乱 甚至恐怖 的这些情境 或者有杀到 凝望的这些情境 甚 正则妄言失智 动不动就讲 沮丧的话 皆作孽之相 就是我们可能过去 做错事 慢慢慢慢 呈现出来不好的现象 果一类词 这句话不能放过 上面 举的情况 好几点 只要有一点 跟这个情况是相似的 要注意了 不要掉以轻心 急需 奋发 奋发 改过了 舍旧图形 信物之物 这个时候再不 有猛精进去改过 到时候业障 现前 就来不及了 我不知道大家 最近 有没有感觉到 像陈德这个年龄 五十岁上下 认识不少亲戚朋友 走 陈德有观察 都是肯做事的人 不是那种 都是自己好玩乐 造孽 造孽的 肯做事 肯付出 但是做错自己没有察觉 好心办了坏事 这也要负因果责任 所以刚刚提到我们这个同仁 他也很有爱心 很肯干 但是 给人家引导 有一些偏颇 那你引导错了 可能影响一个学生 可能影响一个家 但这一些部分 我们都没有去反思 没有去忏悔 那这个业力还是在 不舍旧徒兴 到时候他现前了 就很麻烦了 那这个 陈德感觉 老上 他都在讲经当中 教我们做人做事 我们自己在第一线教学 也能借由每天发生的事 教学生做人做事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